买ViewBoard结合Google的云端硬碟 那各位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功能 首先这颗非常棒,叫做Magical Box 这里呢,它们可以结合你的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在这里 点这里,这里就切到,切完到什么 我个人Google账号的云端硬碟就可以加进来 那预设它不会进来 首先你必须在你的什么 在这里线上版本这里 线上版本这里点进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它可以做一些设定 编辑账号,点首页进来 点编辑账号,follow me这里 点这个地方有个follow me 那这边还可以更改,就个人知道 教育版啊,要不要显示时间,这都登出等等 自行预设的大小 它用主机,这边要点确认 那在左边第二个地方,云端硬碟的整个服务 这边你必须要跟它讲绑定 如果你有draw box,你点绑定 这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去抓 这边要去点这个 这边要去启动它才有 浏览器的书签啊 那你希望呢,每次进来背景是长什么样子 这边可以设哦 预设是这个 OK吗,这边是预设纸啦 假设我习惯用哪一个,你就点这个 把点这个套用,就可以开起来 这个 那这边魔术线笔的地方 这次可以调 这等会儿再加,形状笔的地方 有些可爱的笔头啊 设成预设进来 也许我想用这个 那这个就变成预设 这是个人预设纸 来,我们刚点哪里 点这里进来什么 follow me这里 那第一个就是你要更改这些 比如几分钟没动 自动帮你做登出 这个,要不要显示浮水印啊 浮水印我觉得不需要 网格要不要出来 我也不喜欢网格 那时间秀出来的 我们刚不是一直把它取消吗 你就在这里处理啊 下次登录它就记住你的账号 就会帮你做这些事情 意思是事情多大在这里 改完记得哦 要按哪一个 确认才算数 那当然确认完 老师我这边还没改 这叫下次登录才会算数 你启动那瞬间 他就去抓 网络抓你的预设纸 这边我们先改一下 请各位在云端版 点这里进来 先更改一下 follow me这个地方 那这边再提醒你 最重要的是什么 请你先把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叫google drive 云端印点先把它做绑定 这样才能够去读 你的云端印点的内容 好 好